北少林那边举办武林大会,时间已定。 接下来,楚清和几人尚且还有两个地方位置。 在这扬帆之下,楚清和几人所在的这一艘大船便徐徐地向着孤苏城岸边驶去。 反观楚清和,此时则是在船舱的房间之中。 在这等待中,伴随着房门被推开,端着木盆的小昭和驱飞烟才是进入到房间之中。 公子,谁打来了? 听着小昭的声音,房间之中的楚清和轻轻摁了一声道,放在桌上吧。 待到小昭将这木盆放在桌上后,楚清和指尖放入这木盆的水中清点。 紧接着,在驱飞烟吉女的恶然视线中,原本盆中清澈的水竟然是多了几分蔚蓝,仿佛之中加入了些许的颜料一样。 见此,吉女的视线快速轻挪放在楚清和的手指上,却见楚清和的手肤色如常,并没有什么蓝色的颜料。 在这木盆之中的水颜色变化后,楚清和将桌上一页纸张拿了起来。 等到真气轻轻掠过,整张纸便一分为二,在楚清和手指尖撵着一张寸宽的纸条,并且被楚清和随手丢到木盆之中。 待到浸泡了几夕的时间后,才是以真气将这一张完全被打湿的纸条包裹起来。 纸条浮空的同时,滴滴的水珠快速地从空中落下。 随后,在楚清和真气流转之下,屡屡的真气快速地聚集在这一页纸条的周围并且掀起一股股轻微的气浪。 在这气浪之下,不过短短时期的时间,这原本还是湿漉漉的纸条瞬间变得干整了起来。 并且没有因为刚刚被这盆中蔚蓝的水泡过而使纸条的颜色发生变化。 将这一页纸张放于桌上后,楚清和拿起桌上的毛笔,笔墨轻沾之后,徐徐在这一页之上留下了一行字。 大宋,顾苏慕容,三十天。 将这纸条卷起,装入一节大小的竹筒里面,并且以白蜡封边后,楚清和才是递给水母英姬道。 一会儿回顾苏城后,你跑一趟白小阁买一份江湖风云露的同时,将这东西交给白小阁的人,并且说明给白小生的。 水母英姬甜甜笑道,好呀。 等水母英姬接过楚清和递过来的这一小小的竹筒后,去飞烟先是看了看水母英姬手中这竹筒,再看了看桌上那木盆,面带不解道,公子你这是在干嘛? 楚清和诞生道,问一下这慕容龙城和慕容妇与白小生的关系,顺便维系一下白小生身体里面的毒药。 关系这玩意儿,向来是常维系常有,需要时不时地保养一下。 听到楚清和的话,原本已经将手伸到木盆边上,想要碰一碰盆中那水的连星,瞬间将手给缩了回来,并且,背在了身后,尽显乖巧姿态。 将莲星这举动看在眼中,楚清和心中轻笑一声,随后再次伸手,在这盆中的清水里点了一下。 下一秒,却见这盆中原本带着几分蔚蓝色泽的水镜时,再次变回此前的清澈透明。 将楚清和这话收入耳中,莲星愕然道,还能够以这样的方式下毒吗? 楚清和轻轻嗡了一声道,刚刚浸泡那纸条的几味药里面融合了其他的东西,能够保持药性不散,维持三十天问题不大,而且触碰下,毒素会顺着皮肤进入到身体里面。 声音入耳,水母音机开口道,距离你上一次和白小生见面相隔不算久,为何现在又要给白小生那边下毒? 楚清和诞声道,顺手的事情而已。老天爷总是将机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对于这一点,楚清和向来也相信。 所以,如果说若能够同一时间完成两件事情,何乐为不为? 一旁的屈飞烟想了想道,可若是这一个竹筒被其他白小阁的弟子打开检查一下的话,岂不是也会中毒? 楚清和懒声道,不至于,以白小生的谨慎,不会随随便便让人看见我传递给他的信息,在知道我来大宋国的时候,想来就已经传信给大宋国各地白小阁分堂了。 毕竟楚清和现在几乎知晓,青龙会这段时间的谋划。 以白小生的行事作风和楚清和现在相熟的程度,不可能假手于人观看自己这边的传信。 这一点,从此前楚清和托付白小生那边帮忙收集药物和这些药物信息时花费的时间便看得出来。 若是消息层层递进的,时间上面不可能如此迅速。 只可能是楚清和这边的所有消息都是能够直达白小生手中才对。 不过,在顿了一下后,楚清和话语一转道,而且刚刚泡的那些水严格而言算不上是毒,不过是几味服药,只会对白小生和那孙白发体内潜伏的药物起作用。 其他人就算是碰了也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和症状。 这时,屈非烟询问道,既然公子要维持青龙会里面那些人体内的毒素,为何只是考虑白小生、武当那孙道人和诸无事几人不管吗? 对此,楚清和徐徐道,其他的人无所谓,白小生掌管着白小阁,重要程度不一样,所以需要重点关注一下。 在楚清和眼中,青龙会之中,最为重要的唯有公子羽和白小生两人。 公子羽的存在,关系到楚清和接下来是不是能够轻松地接受大明的天下,让妖月或是东方不败,入主皇宫? 而白小生旗下白小阁的情报网,更不用说。 未来绝对用得上。 相比起来,诸无事或木道人这些人,就显得无族轻重了起来。 自然,楚清和这对待白小生,公子羽两人的时候,和诸无事这些人相比,差别就比较大了。 特殊对待,重点关照一下,总没错。 面对楚清和所言,去非烟不禁心中轻叹一声。 想那白小生,好歹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天天被楚清和这样变着花样下毒,也是有些难为白小生了。 心中为白小生这倒霉劲默哀一声后,去非烟话语一转道,可要是白小阁的人看完了公子你这消息后给他转述,公子你这准备不就是无用功吗? 楚清和不嫌不淡道,反正顺手做的事情,就算没中毒,大不了下一次见面的时候,当面下毒。 几女 听着楚清和的话,其余几女感觉均是多了几分古怪。 不过对于楚清和这样的行径,几女本身就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一住相后 带到这船靠岸,在楚清和给这大船的主人结了尾款后,几人才是湿湿然地从这大船上相继走下。 晚上,客栈中一灯火通明的房间内,此时的水母阴姬以及连星几女均是待在这院子里面,有小招陪着王雨淹下着无子棋,而其他四女则是搓着麻将。 只不过,此时此刻,水母阴姬几女却是一个个无心手中的事情,反而是视线频频地放在一旁,坐在另外一张桌子面前,捣鼓一些药物的楚清和身上。 药物的清香气息伴随着楚清和面前那炉子上铁碗内的药汁上屡屡清烟冒起,而回荡在房间之中。 但不同的是,水母阴姬及女则是眼带期盼,王雨淹却是面带疑惑。 视线在楚清和桌上那紫云银叶草上面扫了一眼后,王雨淹对着小招询问道,赵公子的现在,是在炼药? 文言,小招轻轻点了点头示意。 确定了楚清和此时在做的事情后,王雨淹面含不解道,但我娘亲说过,那紫云银叶草不是蕴含剧毒,需要另外一位药物一同服用才行吗? 面对王雨淹所问,小招先是看了一眼楚清和。 见楚清和并没有任何回应后,才是乖巧道,公子说了,紫云银叶草中并无毒素,只是王夫人为了确保让我们将你送到龙崖谷故意编出来的谎话。 王雨淹亚然道,娘亲说的是假的。 小招一脸认真和坚定道,公子说的都是对的。 虽然没有明说,可已经是侧面表现出李清罗说的是假的。 见此,王雨淹不由问道,既然赵公子早就知晓这紫云银叶草无毒,为何不当面直接说出来? 这时,一旁的水母音机开口道,王夫人也是关心王姑娘才会故意编出这个谎言,让王夫人觉得我们信了她的话,也能够安心一些。 得知了缘由之后,王雨淹沉吟了几夕后点头道,多谢。 闻言,水母音机轻轻笑了笑后,便继续摸牌打牌。 不过眼角的余光,却是始终放在楚清河的身上。 半刻钟后,随着一番忙活,那紫云银叶草被消耗了近四分之一后,楚清河身前已经是多出了九眉龙眼大小的丹药。 丹药虽是褐色,但奇特的是,这丹药的表面,却是有着屡屡宛若云烟一般的紫色纹路覆盖。 扫了一眼面前,这九颗紫云龙纹丹后,楚清河对着水母音机问道, 你现在距离突破到大宗师镜圆满还需多久的时间? 面对楚清河所问,水母音机思索了片刻后回应道,已经触及到瓶颈,快则三天,慢则十天吧。 楚清河点头道,那等你突破修为稳固之后,再服用这紫云龙纹丹。 好呀! 水母音机甜甜地回应了一声,丝毫没有半点的失望,甚至于心中还有着兴奋之感。 以水母音机的聪明如何猜不出楚清和现在的意思? 分明是想要等自己修为,突破至大宗师镜圆满后,借着这紫云龙纹丹一举迈入天人镜初期。 在给水母音机说完后,楚清河对林诗音道,你刚刚才突破先天境中期不久,等境界稳固下来后,再服用吧。 林诗音回应道,诗音明白。 汉首示意后,楚清河屈指轻弹,将其中一枚丹药送至莲心的身前。 将面前的丹药接住后,莲心乖巧温柔地对着楚清河笑道,多谢姐夫。 林诗一意识微笑道,谢谢公子。 楚清河轻轻愣了一声,等到将另外七颗紫云龙纹丹收入一个丹瓶内后,才将另外一颗紫云龙纹丹给服下。 片刻后,随着丹药药效开始在身体质中扩散,自楚清河以及莲心的身体质内均是有着明显的真气波动。 看了看一旁的林诗音,再看了看对面同样闭着眼睛的莲心,此时的屈飞烟却是扁着嘴,整个人都有些郁闷。 注意到屈飞烟脸上的神情,水母阴姬轻笑道,别气了,谁让你们到现在都还不能突破这玲珑齐菊? 就算是有着丹药你也用不了。 不说还好,这样一说,屈飞烟更感觉郁闷了。 虽然之前,楚清河已经是将突破玲珑齐菊的方法给他们提了一下,但有些事情,听进去和掌握到底是两回事。 因此,到了现在,到底是要靠自己,倒是林诗音轻轻笑了笑,继续和面前的王羽燕下着棋。 看着林诗音这嘴角含笑的样子,王羽燕感叹道,赵公子对林姐姐,你们真好。 王羽燕虽然为修炼武功,但却并非是什么都不知道。 对于能够提升这种舞者修为境界药物的珍贵性自然有所了解。 想当初,为了提升修为,慕容妇便在接连找上李清罗想要求取能够李清罗当初从逍遥派中带回来的丹药,却都是被李清罗拒绝且冷嘲热讽。 单单从这一点就能够看得出紫云龙文丹这样的药物有多么珍贵。 可现在,楚清河竟然是愿意将这些宝贵的丹药分享给林诗音吉女,单单这一点便看得出楚清河对林诗音吉女的态度。 随后,王羽燕在想到慕容妇平时对待身边侍女甚至对待自己时的样子,心中不禁再次叹了口气。 有些事情是不能比较的,有些人同样是经不起对比,以前坐井观天许多事情都看不真切。 但随着这些天和楚清河几人的相处,看着水母阴姬和楚清河那相处的感觉,王羽燕发现爱与不爱差别真的很明显。 至少,自己和慕容妇难以做到像楚清河以及水母阴姬和莲星这样的相处自然而温馨。 不过,想到这里,王羽燕不禁看向莲星。 从莲星对楚清河的称呼来看,两人的身份显然再清楚不过。 只是想着今天莲星面对楚清河的态度,王羽燕心中始终有一个疑惑。 大明国那边的风俗中,小姨子对姐夫都是这么的亲密吗? 这边,随着药效不断地被真气炼化,此时楚清河体内的真气亦是快速地风增。 而在这真气疯狂运转下,紫云龙问丹内的一部分药效却是附着在楚清河体内的经脉上,使得楚清河这经脉变得更加润畅的同时,同样不断融入到真气之中被凝聚转化成为新的真气。 一刻钟后,带到钟丹田周围的一条引脉贯穿,楚清河身体之中的行宫路线再次变化。 等到真气在体内运转一个周天之后,楚清河的修为成功迈入到了大宗师境中期。 对此,自楚清河的脸上,也有了一抹满意的笑容。 原本前往这大宗国本身只是为了寻找后面能够炼制凤穴的药物,却不曾想在曼陀山庄内得到了一株紫云银叶草。 如果说此前楚清河的实力只是足以和神作境初期的舞者勉强抗衡的话, 那么现在,在真气质量以及数量再次增加的情况下,实力方面已经彻底能够和神作境初期的舞者媲美。 这种实力变化间带来的安全感,满满的。 而在楚清河这边突破后,相隔不到半克钟的时间,屋内的莲星此时同样突破迈入到了大宗师境中期。 一时间,莲星忽然明白为何之前腰月在得知东方不败从光明顶离开后,第一时间就带着自己从仪花宫赶到楚清河这边来了。 见水楼台仙得月。 在楚清河身边待着,指不定什么时候就能够从楚清河这边得到什么好东西让自己的修为或是实力大涨。 想到这里,莲星不禁笑脸盈盈地看向楚清河。 心中对楚清河更缠了。 初三,晴。 大明。 那衣衫傍水且连绵的竹屋之内。 此时的白小生面前被各种卷宗以及相应的竹简堆放得满满。 若是从正面看去,或许连白小生的头都看不见。 而在一旁的孙白发,则是扣了扣鼻子,然后掏出一点点黑色的污垢后,弹向一旁的白小生。 使得粘在了白小生那白色的麻衣上。 明明此时视线被遮挡,但此刻白小生那握着笔的手依旧是顿了一下。 可紧接着,白小生轻轻地吸了口气,继续提笔。 只是,几夕后,在白小生的感知之中,又是一点点黑色的污垢被一旁的孙白发弹向了自己。 至此,白小生深深吸了口气后,徐徐地将手中这笔给放了下来。 半刻钟后,待到孙白发被接接实实地绑了起来, 白小生针缘拉扯形成了一根鞭子狠狠地甩在孙白发的身上。 紧接着,自这竹屋里面,便传来了抽鞭子以及偶尔之类的声音。 而当声音扩散开来,此时周围那些竹屋里面白小阁的弟子皆是面露无奈。 又开始了。 然而,就在此时白小生代替师父教训面前这个混吃等死的师兄时, 一阵明显的扑腾声忽然传入白小生和孙白发两人的耳中。 很快,一只药鹰便从外面飞入屋内然后落于白小生的肩膀上。